歡迎收看醫師好拉 醫師好拉 這位這位美女好拉 醫師團 歡迎 好 我們三位美女特洛兵 好了 我們今天講到生病的時候 就需要去看醫生 那最怕的就是常碰到什麼 私密處的問題 讓陌生人 不認識的人 來檢查你的私密處 真的會讓人家很害羞 對不對 會尷尬 雖然一般人都會覺得這樣子 可是有網友曾經發問過說 看婦產科我想找男醫生 還是女醫生 我本人 你 女的醫生 也有這個嗜好 不是 是因為原因都是因為 男醫生比較溫柔 因為女醫生會覺得 就不一定啊 腳趕快打開看一看這樣子 很多女生會有這種厭世的感覺 但男生就會稍微溫柔一些 好了 我們先來調查看看 大家會怎麼選呢 請問婦產科男醫師 較溫柔 女醫師好聰明喔 來 請舉牌 你看連女醫師的人 他都是舉中間 他是認同我們的 對 我之前是大學時期的時候 大學時期其實就是 比較年輕就妹妹 然後我就會覺得 看這個很害羞 所以我就會找就是Google 然後去找女醫師看 然後就 那時候我印象深刻是第一次去 然後他就是 看診台就是叫我上去 然後他也沒有出去診間 他就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想說 現在是我媽嗎 就是之類的 我就想說我超尷尬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上去 然後上去之後 他就要放那個鴨嘴嘛 然後他也沒有跟我講說 他要放鴨嘴 他沒有通知你 他沒有跟我講 然後他就說我現在要幫你看一下 然後他就直接 把那個鴨嘴放進來 超級痛 就是有那種撕裂 有沒有異物進入 真的是有撕裂感 很痛 然後我就想說 現在應該是被撐開了吧 然後他就撐開之後 他就開始 超像是在那種 清那種 殺雞的時候 清他的內臟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那種感覺 對 然後他就在那邊處理 然後就是很粗魯 然後拿那個棉花球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看不到嘛 我就一直覺得我肚子裡面 大概是下腹這邊 裡面一直有東西在度我這樣子 是不會痛 但就很不舒服 我其實有點嚇到 然後後來第二次是就是 我覺得我的下腹部有點悶痛 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就看個男醫生好了 感覺好像比較快 然後我就掛了男醫生 結果那男醫生 他就是幫我問診的時候 他就說我等一下可能會幫你 就是內診 我想說天啊我要給男醫師內診 然後他就說可能還會處診 結果那醫生他就是超有禮貌 從一開始就是我進去那個 就是診間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等一下先進去 然後你就是 該就是脫褲子什麼 該上診台 他說你好了之後 你就先在裡面等 他先跟我講好 然後我就進去等 就弄好就位好了 他還敲門然後說 我要進去囉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好有禮貌 然後他進來看 很尊重 對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他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準備幫你做內診 然後他就說 我會準備要放進去了 可能會有一點不舒服 他就先跟我講 先幫我打預防針 然後就放進來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是超出我的那種 他沒有放進去 有啦有啦 還是有 還是有義務感 但是不會到說很痛 或是很出爐 然後他就幫我看完之後 他就說 就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他就拿出來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要幫你促診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現在是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不舒服 然後後來結束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就是給男醫生看診 是這樣的體驗 感覺 對 就是沒有什麼不舒服 然後可能因為是 因為他們是男醫生 然後他們怕就是 女生會比較容易 會感覺到被性騷擾或什麼的 所以他們都很仔細 然後也就是很溫柔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男醫師跟女醫師相比的話 其實女醫師大部分病人 會比我們多一些 所以他在解釋上面 可能就沒有辦法 像男醫師 花這麼多的時間解釋 那像我自己過去 就是有一個病人 她是40歲左右的一個女性 她已經生過兩胎 那有放避孕器 固定五年要換一次避孕器 那櫃台就幫她掛我的門診 那沒想到那個女士 進門之後發現 怎麼是男醫師這樣子 她就說 那我要找女醫師幫我換避孕器 我說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的女醫師 剛好請假 所以你整個科部看到的 全部都是男醫師這樣子 她後來想一想 因為已經來醫院一趟了 就說好吧 那免為其男 還是給黎醫師您 換避孕器這樣子 那後來就好不容易 上了內診台 那換避孕器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壓嘴擴音器 擴音器 那我知道她之前 她說她之前 給女醫師換的時候 就蠻痛的 所以我在幫她選擇 這個擴音器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分大小 那我們就選擇比較小的 這個張開的角度 其實會不太一樣 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要分大小呢 對 因為每一個人的陰道的大小 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平均來看 這是一般的大小 它比較深 開口也比較大 所以會覺得比較有撐開 跟撕裂的不舒服 那如果是這種小的 可以看到它比較短 那開口也比較小 所以不適感會比較輕微 當然這個還是得看 每一個人的陰道大小 來做選擇 所以她後來就很滿意 後來所有的婦科疾病 其實都在我這邊門診做出 那林醫師請教 有一種拋棄式鴨嘴 對 拋棄式鴨嘴的話 它就是塑膠做的 那其實跟這個一樣 它也有分大小 但是這個得看 醫療院所 它當時進的狀況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 進平均的大小為主 那有一些像這種小的 它可能使用率不高的話 有些醫院就不會進 那你們還是平均驗嗎 對 要大小也是平均驗 對 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真的 是看得出來的 我們大概一般的做法 是會先用左手的部分的話 先把出來萬音撐開 就可以看得到那個陰道大小 我們大概選擇哪一個 這樣子 好專業 不禮貌跟粗魯的男醫師 女醫師我都遇過 可是細心微柔 男醫師女醫師我都遇過 因為在很多年前 其實就有一個 那種小小的攝像頭 你隔著那個簾子 可以看得到那個鏡頭 在陰道裡面的樣子 就你的陰道現況 然後一邊我在裡面 可以看得到那個螢幕 她就說你看這個陰道裡面 有一根毛 那應該是你男朋友的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會有 這麼不禮貌的發言 太失禮了 然後後來覺得 這是醫德的問題 人品的問題 那遇到粗魯的女醫師的經驗是 那一個時間 好像是週末 週末有看診的醫師 真的都非常少 然後唯一 就在我那一區 剩下的是 搜尋評價好像低於三顆星 的一個婦產科醫師 那我看到評價就很不妙 可是我想說 女醫師是能粗魯到哪裡去呢 因為沒有遇過 然後跳去看看 還能粗魯到哪裡去 然後我就過去 然後他們的 診間很簡陋 然後女醫師就是 在幫我內診 或是腿開開給他 正在內診的時候 首先他手法 真的是挺粗魯的 那在這個狀況 我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突然那個布簾就被拉開 然後護理師就拿著病例說 那醫師等一下 那個誰誰誰 要做一個檢查 然後我就開始說 然後我就有被嚇到 就是這個已經超越說 粗魯的境界了 不專重病 對啊 因為 有這麼著急嗎 有一次我去一個 婦產科相關聯合診所 然後那一次我是要去做 乳房相關的健康檢查 我就想說 陳寶仁醫師今天有看診 那給他做一下子宮頸抹片檢查 好了 因為也一起上過幾次節目 是 比較熟一點 然後 但陳寶仁醫師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就非常溫柔 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都有遇過 所以我覺得差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真的還是要看醫師個人 對 你說以偏概全 你說一個男醫師溫柔 就全部都溫柔 也不會 對不對 但我相信副醫師是溫柔的 來 她舉中間 我舉中間 對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來講 我覺得婦產科女醫師 都比較漂白 對 就是比較大啦啦的這樣子 然後婦產科男醫師相對起來 就比較像是暖男 因為我自己是因為我在實習 當實習醫生的時候 然後我在婦產科 然後我就真的曾經看到 學姐就是真的很粗魯的對病人 就是內診 然後那時候她看急診 因為外面產房也很忙 然後她就是很急著把病人看完 結果沒想到我一轉頭 看到那個病人跟學姐 就站在我們產房大門口 然後病人就開始對著我們學姐就是 媽 她說 你怎麼可以那麼粗魯 你這樣子有沒有醫德 之類 然後我看到之後 我就整個嚇到 我就致辭之後 我就知道說 其實學姐這樣子 然後病人真的也是會感覺到很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後來 我就會很小心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不想當著被人家罵 所以像每次只要遇到 就是那種剛開始 第一次還要來做子宮頸抹片的 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怎麼上內診台 然後上完內診台之後 我可能就會先跟她講 一連串我要做的流程 之後我就是邊講流程 然後邊輕輕地摸她說 我現在手放在這邊 會讓你感受一下壓嘴的溫度 你覺得舒適了 我再放進去 如果可以就是屁股盡量放輕鬆 所以當我看到可能她的肌肉 開始有在用力的時候 我都會輕輕拍拍她的屁股 跟她說就是 你這邊放輕鬆 這樣我們等一下才不會痛 對 就是有像這樣的經驗之後 那病人給你的回饋 就會是比較舒服的 好正面的 對 大概是這樣 其實有一個基本的SOP 對不對 對 你要的畫素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照這個流程走 是 但是我很認同 剛剛李醫師說的 就是真的女醫生婦產科 幾乎都超忙的 所以忙的時候 你還要她很溫柔 然後一直提醒 我覺得會更加的困難 我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一個朋友就說 她沒有辦法去給男醫生看 但是她那時候已經感染很嚴重 她一定要去看醫生了 我說你為什麼還沒有掛到號 她就說 因為女醫生全部都滿額 所以我沒有掛到號 我說那你就去給男醫生看 她說我怎麼可能 給男醫生看那邊這樣 我不行 然後我那時候 為了這件事情跟她爭論了 一番都生氣了 原因是我覺得 你已經很嚴重了 就趕快去看醫生 不要再挑釁別了 畢竟醫生這 就是就醫這件事情 是一個專業行為 我覺得不要對醫生性別歧視 該看就趕快去看 那乃哥 你真的有一天 你泌尿科都需要 我的私密處 如果有需要的話 不是 我覺得 應該不要用我們藝人 來當一個標準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對 那你要認識我們 所以進去你就會很尷尬 比如我今天去看泌尿科 護理師先跟我們 收健保卡什麼的 對 不是 哪個人要看泌尿科 有什麼問題 一定是 更尷尬的是你在等的時候 許乃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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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乾的 你懂意思嗎 就是說我覺得 不能用我們當這個標準 像如果是我的話 我當然還是會找男醫師 因為第一個男生 男生跟男生 然後再講 我們知道 泌尿科的女性的意思 還真的不多 對 在2008年以前 全台灣的 泌尿科的女醫師 只有九位 只有九位 對 這麼少 到現在我想大概二三十位 但是如果你要找 泌尿科的女醫師 要想找 像陳醫師 這樣漂亮的女醫師 我想又更難找 我下次給你看 人家 長得漂亮 而且又認識她 這樣可以 對不對 那長得醜又認識呢 會考慮 最早我就說 女的泌尿科醫生 還真的比較少 剛剛嘉純跟乃哥 都說找認識的醫生 這件事情 就是認識的醫生看 真的會比較不尷尬嗎 沒有像我做結紮 那時候就是我老婆 他們家的鄰居 認識的 在醫院 那個認識 我就要做結紮 然後我就看到她 就很自然 因為認識嘛 就很自然 那個幫我拿 然後旁邊的護理師 我們就可以開玩笑 就比較放鬆 你知道嗎 我也認為認識的 認識當然 你會比較心情 各方面會比較放鬆一點 對 因為我第一次 要給一個認識的長輩 就是平常會 大家一起吃飯的長輩 但是有一次 我要給他內診 他剛好是一個 婦產科醫生 其實在開始前 我心裡有一點負擔 我反而覺得 給陌生人看 我比較自在 就是他就是一個醫生 可能因為他是長輩吧 但是他在看的當下 他就變成一個 非常專業的醫生 就看問題而已 但是當問題 一看完褲子穿起來 他就說 然後就突然覺得 他又變成長輩了 其實我要講 就是遇到泌尿問題 其實大部分女生 第一個尋求還是女醫師 雖然他不一定找得到 女泌尿科醫師 大部分他會找女婦產科醫師 對 那男性病患大部分 還是會找男醫師為主 是 對啊 那有時候真的 在檢查方面來講 我覺得這是非戰之罪 女醫師對女病患檢查 有時候真的就是比較忙 會省略掉一些步驟 那像我對一些 我很熟的男病患來講 我也是很大啦啦進去 就開始檢查了 為什麼不會講 但是我們在對於 女病患來講 一定就是照SOP 按部就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怕被高性騷擾 所以像我在做膀胱鏡 這種侵入性的檢查 一定是請護理師 先帶女病患 然後到檢查台上 然後一切就緒之後 護理師再出來通知我 我再告訴病人說 我要進去做檢查囉 對 要做什麼步驟之前 我會先跟病人先講 以及告訴他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檢查 才不會造成有疑慮 或者是說造成一些 糾紛方面的問題 是 所以我病患裡面 大部分90%都是男生 那還是有大概10%左右 會有女病患 第一個女生 有可能會有泌尿道發炎的問題 女生也有可能會有腫瘤 會有結石 所以她還是會來找泌尿科 那我這個病患 她大概就50幾歲的女性病患 那她一開始是泌尿道發炎 她當然一開始就先找 女的婦產科醫師 像跟她講的 婦產科醫師已經大排長龍 所以她等了很久 進去 那醫師只跟她講一句話 你這個就泌尿道發炎 然後開抗生素給她 可是她反覆心一直在發炎 也沒辦法 沒有找到原因 後來她就跑來泌尿科這一邊 那我們就告訴她說 可以做哪些影像學上的檢查 甚至我幫她做了膀胸鏡 後來幫她發現其實就是尿路結石 在裡面作怪 那當然就是造成反覆性發炎 不會好 然後你幫她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把她治療好 其實她對男醫師來講 她的信任度會更高 但有時候真的是肥戰之罪 就是她一整看了 一百多人 尤其是女婦產科醫師 那種生意很好的時候 那沒有辦法去做 就是很精細的去做 這一些的檢查這樣 是 有時候他們的耐心會比較 對啦 就讓我想 我看了第三個地方 後面還有五六十個 她心也急 對 對不對 那當然她的動作 整個程序可能 有時候可能會省略 縮短這個程序的時間 對 我其實從小 大概我印象以來 大概好像四歲還五歲開始 我就很容易泌尿到 就是尿到發炎 發炎 對 然後其實從小到大 我看過非常多的 應該是說婦產科 對 因為通常女生就是有問題 第一個反應就是按去看婦產科 然後後來我記得有一次是 那時候我還在跟我老公交往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突然半夜 就是超痛 然後就是尿血尿的那一種 對 就很嚴重 我都覺得我就是是不是 下體已經快爛掉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趕快就是隔天 我就 我還忍著 然後隔天我就去看泌尿科 然後那個泌尿科是 也是男醫師 然後但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是至少就是找專業的 然後那個男醫師他就 他就幫我就是驗尿什麼的 然後就是報告出來之後 他就叫我進去 然後他就大概也就是跟我 衛教了一些比較細節的東西 然後他也就是有一種精神 就是他想要幫我根治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有一種 有人跟我一起作戰的感覺 然後他還問我說 你就是有另外一半嗎 我說有 然後他就說他有陪你來嗎 我說有他很外面 他說你叫他進來 然後我就想說現在是 就是要見家長還是什麼的 然後因為那個醫生 他年紀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那個醫生就開始就是 一連串 然後告訴我們兩個就是 怎麼樣可以預防 然後男生要怎麼做 才可以保護女生 就是 這麼好的醫生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就是 遇到一個好醫生 真的就是 之後真的復發的機率 就是低很多 這可能跟男女 也沒什麼太大的相關 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運氣 比如說運氣 運氣好 其實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 女性的病人 她是需要就是 女生的泌尿科醫師的 因為像女生尿不好的問題 其實是 每個女人心中的痛 所以剛剛也很謝謝乃哥的肯定 像包含的就是 對女生來講 其實是很難以支持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 這些女生們會覺得說 來看女生的醫師 是比較能卸下心房 也比較容易說出口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 就是大概四十歲的 女生的病人 她每次尿尿都要尿 非常的久 那她的工作 是辦公室的秘書 所以她的老闆 每次都覺得 我的秘書怎麼每次去尿尿 都尿那麼久才回來 是不是就是去打婚摸魚 這樣子 那剛開始這個女生的秘書 她很困擾 因為她快要被敗了 那所以她就先去求診 男生的泌尿科醫師 但是因為那個女生 病人又很害怕 就很害怕 她給男醫師做內診 所以後來來到我這邊 結果我一做內診 就發現 她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膀胱脫垂 造成她尿不好 那這個是吃藥 是沒有辦法的 是需要做手術治療的 所以後來在幫她 做手術治療之後 那她的排尿問題 也就改善了 那也幫她保住了 這個秘書的工作 所以有問題就要去看醫生 對 我覺得現在男生很尷尬 年紀慢慢大了 真的 尿尿 我已經在那邊尿了 有那個人進來 會打招呼嗎 乃哥 我就 因為他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那邊尿了 但其實我還沒有尿出來 但是他已經尿完了 你知道嗎 我就很急 為什麼我要比他先走 因為我先進來嘛 比他先走 要不然講說 你怎麼會尿那麼久 真的 然後就很急 越急越來尿不出來 那種感覺很不好 一個尿尿打了十個招呼 對 還沒打到 他走了 我們還沒出去 今天想 真不爭氣 我要看泌尿科 接下來 女醫師同理心筆 男醫師恰 來喔 一樣喔 正確的請舉圈 這也不好說 這個我 你們舉就好了 各一半 舉差 我覺得還是個人的問題 還有他有多忙 跟他本身的個性的問題 那我是不太挑 婦產科醫生性別的 所以大部分我看的都是男醫生 就是因為女醫生很難掛 就這麼遠 這個原因而已 但有一次我碰到一個 女的婦產科醫生 是在急診室 那時候我是懷老大的時候 那我是好不容易才懷上的 可是在十周的時候 就有一天我洗完澡出來 就發現我流血了 那那時候因為第一次 又很在乎 又很緊張 所以我看到流血的時候 我就 就趕快衝去急診室 但那天急診室非常的忙碌 所以也沒有醫生可以來看我 那我就在那邊等了很久之後 終於他們調了一個婦產科醫生 來看我 結果是一個女醫師 剛好那天是一個女醫師 然後他就問我 你怎麼了 我就告訴他說我流血了 我現在懷孕十周 然後剛剛是先寫 然後他就說 那我幫你做內診 然後就做那個 硬道超硬波 然後就超硬波照 就看到小孩的心跳 然後我一看到心跳的時候 我就 鬆一口氣 很感動 我的眼淚就這樣低下來 我就還好還有心跳 然後 那個女醫師就說 你流血又待在家 來醫院幹嘛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對 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不應該來嗎這樣子 他就說 對啊 你流血你就躺在床上休息 這個不需要來醫院 我說 你怎麼懂對不對 對 我說我不是應該來安胎嗎 他就說 這沒有什麼好安胎的 這會流掉就是會流掉 不會流掉就是不會流掉 天啊 那個安胎藥就是 之前我也有在吃小白球那個安胎藥 他說那個你想吃就吃啊 反正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就不要吃 那個其實 安胎作用比較大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跟我原本想的都不一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了他自己的經驗 就是他當初懷孕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做的 他覺得 他覺得那個 吃了會讓他不舒服 所以他就沒有吃 然後我其實事後回想 我覺得他講的都沒有錯 可是 可能 在當時他說的那個方式 就是讓我覺得 說話的口氣 跟方式 然後也可能 因為我當時的心情太害怕 跟太緊張了 碰到這樣的醫生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我是不是錯了 我是不是太大驚小怪 我不應該來醫院嗎 事後回想就是 可能他也是很累吧 就是急診大半夜的 對 我也遇過運膜一樣的 也是黃茵膚蝦 沒有 我不是急診 對 因為那時候已經大概9點 婦產科最晚好像是9點半 就會稍微關門 那我就很急 因為第一胎 超不容易懷孕 跟裴甄姐一樣 然後又出現 然後這一定要去看的 不然我怎麼知道 他接下來發生的事 沒睡得著 如果趕快隨便查一個 是什麼三顆星的 想說算了啦 就去看一下 有醫生 至少是醫生 你們去看這都先查幾顆星的 3點2 然後下面評論知爛 想說那沒辦法做 他還沒夠 你們好像在樹米其林 進去 我跟你講他一定有心事 他態度真的是 而且那個時間 他護士可能下班 就剩他一個女醫生 然後竟然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打量我說 有沒有來過 我說沒有耶 寫一下那個資料 寫完再叫我 然後就進診間 我就默默想說 那流血能不能先看 然後就寫... 然後就寫完就說 醫生可以 我寫完了 然後就進去... 那個褲子脫一脫 那個躺好跟我講 然後我就正在脫的時候 他進來好像要拿什麼壓嘴還是什麼 他就這樣瞄我 那我就想說 那等你出去我再繼續脫 因為很尷尬 我就整個停頓的那一刻 他就說 他在等什麼 你有的我也有 他講得沒錯 他沒錯 可是他在什麼態度 然後我就... 好 他就脫...然後腳打開 我跟你講 真的不誇張 他讓我晾了最少五分鐘 我就腳打開 他把他晾乾啦 你不是我意思 你先通風 等一下... 在那裡打開 很冷 然後又很緊張 那心情 反正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後來進來就說 好...那那個先跟你講 你要用那個拋棄式的 還是那個... 我們那個醫院有消毒 我說拋棄式的好了 先講好 那他說結帳的時候 病人在那邊啰哩啰嗦 他說他到底為何那麼生氣 然後弄進去之後 那一次流血之前 我是沒有聽到心跳的 我只知道我懷孕很開心 但那天就莫名的有心跳 在這麼違和的情況下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是心跳啊 我就聽到一個很微弱的聲音 這樣... 我就說 醫生請問剛剛那是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沒有聲音啦 我現在在看那個 然後就繼續看 我就說 醫生那請問什麼時候 會聽到心跳 那你剛剛不就聽到了 不是... 他太不及差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放出來 讓我聽一下 那個喇叭很遠耶 好啦 你等一下 然後就把我亮了 又去裡面 然後開了那個聲音 真的就聽到那種 噹噹噹噹的大聲 我說那是不是有那個超音波照 可以送我一張 你是不是要吃到什麼衣服 真的... 他是重婚... 重婚了嘛 所以他當點二顆星 不是沒有道理 後來整個床 走出去確定我沒事 但是我好不開心喔 我聽到心跳 我人很不清爽耶 我就覺得這醫生真的很重要 我是覺得 如果是真的已經滿晚的時候 就直接到醫院 我們一般到醫院的話 都會有24小時的急診 我不是沒有這個Sense 就想說離家進港 沒有 我覺得急診的也是這樣 一定會有人待命 對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不耐煩的事情出現 那其實兩位碰到應該都是特例 那以我們 我自己認識的女醫師 我覺得大概分成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生過小孩 第二個是沒生過小孩 真的 大概是這樣子做分解 很重要 如果是沒有生過小孩 但是他也可能滿常接生的 那就比較不了解媽媽的心理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我們男醫師 一定沒有生過小孩 所以都會比較小心一點 那之前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第一胎的媽媽給我接生 在進產房全開的時候 就是很痛很痛 那因為第一胎我們知道 其實有時候媽媽不太會用力 所以我們就進去教媽媽用力 我就說媽媽 你等一下用力的時候要避住氣 然後像解大便的感覺這樣子 用力氣不要放掉 那他那時候應該是很痛很痛 他就一直講 李醫師 你有沒有生過小孩 你怎麼知道生小孩 還是像解大便這樣子 你不要亂說 我好痛 你快幫我生出來 那這個其實我們都能理解 我就 這時候就不能跟他一起 起哄情緒激動 我就慢慢地跟他講說 對 我沒有生過小孩 可是我接生過滿多的小朋友了 所以你按照我的步驟做 我一定會安全幫你 把小朋友生下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一樣閉住氣 好 我幫你壓肚子的這個位置 你就頂我的手 把我的手頂開 就是這個地方這樣子 一步一步教他做 然後後來真的安全生下來 那時候其實生下來很累 他就沒講什麼話 隔天我在去茶房的時候 他說 李醫師你好厲害 你沒有生過小孩 但是你很會接生 好有成就感 所以其實男醫師 雖然沒有自己生過小孩 我們還是滿會接生 不過剛剛李醫師在講這段 我一直在想一個畫面 你孩子一定很痛 他的理智各方面可能會亂掉 你們有沒有人痛到 結果罵髒話的 一定有 有啊 有啊 你有罵 我朋友 你朋友 他是不是醫生那麼溫柔 他要說 真的喔 會 快一點 會痛耶 真的會 你們都沒體諒 對 可以 一定能體諒 顧醫師有生 有小孩嗎 我還沒有生小孩 對 但是很神奇的是 就是也是會有滿多年輕媽媽 會來找我 要來做產檢 那因為其實我 相對起來 我的資歷跟我們醫院 其他的就是 老師們比起來 就是相對比較資淺 所以有時候 我可能就會 跟他們比較熟悉了之後 我可能就會問問他們說 就是媽媽 爸爸你們怎麼會 想要來找我產檢啊 這樣 然後爸爸 爸爸的想法大部分說 他們還是會覺得 找男醫師生產 要讓男醫師看太太的下題 會覺得拍誰這樣子 然後他說 好 OK OK 媽媽的說法大部分都說 因為到時候 如果要怎樣怎樣怎樣的話 女醫師 比較可以說服 爸爸要可以做什麼 我說例如什麼呢 然後他們就是可能到 已經到快到 要生產前的時候 那一天那個 那一對產婦就過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醫生我跟你說 我老公說 他覺得不需要住月子中心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心裡說 現在是要家庭戰爭了嗎 你連這個都要處理 對 然後我就 就只好站在中間角色說 其實爸爸我跟你說 你要住不住都沒有關係 但是寶寶出來之後 每四個小時就是一個輪迴 如果你能夠接受你太太 要好好的休息 你可以接受24小時 每四個小時一個輪迴 然後你要這樣子承受 大概兩個月三個月 你OK 我們就OK 對 然後爸爸聽完之後就說 好 那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面 可能女醫師 站在女產婦的身上 可能跟爸爸在做這方面的溝通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好處 其實女性病患有時候很需要 女醫師或男醫師的心靈支持 但是其實有些男生 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堅強 他還是很需要男醫師去支持他 那我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對夫妻 那他其實都想要生小孩 但是踹了兩年 嘗試了兩年 其實一直都沒有成功 對啊 那女生做完檢查 一系列的檢查 包括攝影都做了 沒有問題 就換 壓力就輪到男生身上 來到我們診 結果醫院 就是表示說他就是可能 第一個是睪丸方面有問題 第二個是說他有阻塞的狀況 所以精蟲一直送不出來 那我們會建議他做個檢查 就是做個睪丸的切片檢查 男生一聽到這個結果 無精蟲症 他臉就馬上垮下來了 然後請太太先出去一下 然後後來男生就跟我說 醫生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你就看到一個平常好像 蠻健壯的男生 就是稍微頭開始低下 消了氣了 對 然後開始告訴你說 他其實承受的壓力這樣子 那他承受哪些壓力 因為他是屬於那種家族企業 又是獨子 然後他有背負著說 要有一個下一代的壓力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我們當然跟他說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就是如果真的取出來 真的完全沒有 就可能要考慮領養 那他聽這個 他幾乎快要崩潰了 那後來我只好安慰他說 其實我們就盡量從那個睪丸 看起來比較健康的 那個矽筋管去取 如果能夠取到的話 我們就趕快把它保留下來 後來他真的就是鼓起勇氣 來做這個切片跟取筋的手術 還好有取到 取完之後也成功的 就是有了下一代這樣子 就是我給他心靈支持 但是後來我也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他在某一次 我在看診的時候 他沒有掛號 他就特地帶了一個蛋糕 來送給我 好感人的故事 就能滿月蛋糕 對… 是不是 對 所以吃到那個蛋糕 你就會覺得心是很暖 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還有什麼狀況 性生活問題 找女醫師比較不尷尬 來 我們看看 有人舉中間 有人是舉差 找女醫生比較 對 有一部日劇叫做 我老公的那個進不來 然後這個日劇其實是 一個女作家 她的真人真事的經歷 她把它寫成小說 那她其實就是在 跟這個老公交往之前 都可以順利的性交 可是遇到這一個男朋友 然後之後還結婚 她就是沒有辦法進入 她就是會痛 對 那這本書發行之後 才發現其實有很多人 都有陰道痙攣的問題 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 一聽到會覺得不可能 你跟其他男生可以 為什麼跟你老公都不行 那我覺得像這種 比較特殊的狀況 其實 其實已經會有一點罪惡感 又或是自責 又或是很多搞不清楚 狀況的當事人 她其實找女醫師 又或是女的性治療師 去開口比較容易 那又或是回到家 她可以去跟她 另外一半溝通說 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治療 那那個治療的過程 因為他們可能要去看 你是心陰性的 還是說是真的有一點狀況 然後慢慢慢慢的把它改善 我覺得女生我比較 女生比較那個 因為他們不管 比較能夠說 對 可是因為他們不能看什麼 他都會問你 最近是性行為是什麼時候 男醫生也會這樣問 不是 你就覺得跟女生講 比較好意思 跟男生講就覺得好 是 這樣 做為一個男性的婦產科醫師 有時候就很為難這樣子 一般我們的希望是說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疾病的部分 不希望過問太多的私事這樣子 但偶爾還是會碰到地雷 那像我之前就碰到一個病人 她是50多歲的女性這樣子 那她來的話 她就跟我講說 醫師那個我底下有紅腫發炎 癢不舒服 我說好 那我們去做一個內診檢查 我幫你看看到底 是什麼樣的一個感染問題 她馬上就很生氣 她就說 你們男醫師就是想要做內診嗎 為什麼一定要做內診 我說 你說做內診的話 我怎麼知道底下 是什麼樣的狀況 知道什麼狀況有這麼嚴重嗎 反正你一定是開塞劑跟藥膏 反正我就是不要給男醫師做內診 然後就在這樣子 我說那沒辦法幫你檢查 那也許就是找其他人這樣子 他說我已經來這邊等了這麼久 你就是要幫我看 所以後來這樣來來回回 蠻久的最後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去廁所 我拍照給你看 這樣子 我們可以了吧 他就是不要內診到這麼誇張 那後來他拿照片給我看 真的不是一般的陰道感染 它在那個外陰的部分 就是有 那這種在解釋就要比較小心點 我就說 這個真的不是陰道發炎而已 這個有長病毒油 什麼是病毒油 我說 他說 是人類乳塗病毒的感染 那不就是菜花嗎 你說我長菜花嗎 你說 對 看起來像是菜花 對 滿有意思 他已經顧問過 對 他說你這樣子質疑我性生活 私生活不檢點 我就只有一個老公 我已經跟他很久沒有發生過關係 你還這樣子質疑我的私生活 他就很生氣說 你一點都不會看 然後就這樣 離開了 這麼氣 那結果後來呢 後來就是我們醫院的女醫師就說 誰弟 誰弟 有一個病人來 然後我說 對 誰姐 他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說是菜花 我幫他電燒 電燒 所以他後來是去找女醫師 然後做了處理這樣子 那我之前有遇到一個病人 女生的病人他在診間 他就跟我講說 他性生活很不好 然後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的不愉快 然後所以他在診間問我說 他是不是生病了 那我跟他詢問之下 我才發現就是說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是因為他的先生 每次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就找瀉了 其實要治療的 反而是他的先生 而不是他 所以我就請他 把他的先生一起帶來診間 來跟他的先生做詢問 也才發現說 原來南方也覺得 找瀉的問題已經困擾他 非常非常久了 只是他說他不知道 他說這原來是可以治療的 那後來把他先生 找瀉的問題改善之後 雙方的性行為的滿意程度 也大幅提升 然後也讓夫妻的關係 變得更好了 剛才講的都是女性病患 但其實男性病患 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他們真的 比較願意跟男醫師談 是啊 像跟我一個很熟的 一個男性病患 他其實 他主要是因為 然後又有恨迷霧這樣子 那他來找我之後 他就跟我說我先跟你坦承 我第一個沒有來找你 因為你那天沒有門診 那他就附近先找了一個診所 剛好輪到女醫師這樣子 那他說他進去 他就告訴他這個症狀 女醫師就開始問他 然後說女醫師就問我說 是不是有去外面亂玩 因為他講的症狀 其實就很像性病 然後再來就是問他說 那有沒有維持單一性伴侶 他說說這整個問診的過程當中 他就好像一個犯人被審訊的感覺 然後他就只好告訴女醫師說 有 我有出去外面亂玩 然後我沒有安全診行為 然後我沒有維持單一性伴侶 他說這整個過程當中 就好像他在對那個神父告急 還從來 好可憐 後來他就說 那個女醫師就開給他藥物 然後幫他做一個尿醫 那些細菌培養的一些檢查 後來他就跑來找我 那我們就大喇喇的 就叫他上去脫褲子 然後那個龜頭 我們就稍微就是促診 按壓一下 果然就是有那種 白濁色分泌物的東西出來 我就跟他說 你覺得就是臨病 是不是有出去外面一頭 他說對啊 然後我們都心子 彼此心肢度 心肢度 心肢度 宅宅 對 我後來就跟他說 好啦 反正就開個藥給你 這個反正他會好沒有關係 不過身為你的醫師 我還是要提醒你 就是去外面還是要 就是安全性行為 因為我當下人在睡的時候 不一定只有得到一種 沒有 但是因為他跟我很熟 我才會這樣跟他講 但是對女醫師來講 他就會以為心理上 會有一個很大的利益 通常如果你是性生活 需要去看醫生的話 那就不是一個人的時候 那一定是雙方都要一起去看吧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像剛剛邱醫生講的 就是男生也許 比較想跟男生說 他又不想跟其他女生說 不過可以先從你跟女醫師的 這種對話當中 可能讓女醫生了解 到底是誰的問題比較大 對不對 就先這樣子 所以才會說 那你要不要把我女生 先生也找 一起找來 那你不覺得如果老婆 帶你去看一個女醫生 然後兩個都說是你的問題 你就會覺得這兩個聯合起來 來攻擊我 女生就這樣 掛不住 面子會比較掛不住 但是今天天人一路舉差 你真的很愛男醫師 我很準這個東西 如果說真的就是像 假設今天是遇到女醫生好了 她可能也就是質疑我說 你是不是有亂玩 你是不是有去哪兒 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聽了多多少少的 會有一點覺得不舒服 怪怪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基本的胃教有就好了 就是你要告訴說 這個病人 她有可能是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她就可以用提醒的方式 但是像我之前 就也是看了 第一次看 我那時候第一次就是 然後我就去看女醫師 然後她也就是 就是一路上 她都沒有跟我講什麼 她就是內診什麼什麼的 然後說結束了這樣子 結束了之後我就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沒了嗎 因為她不講話了 她就開始在寫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就問她說 所以我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然後她就說 就念出鏡感染 然後她就這樣看著我 她就想說 你還要問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我說沒有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這是 因為什麼原因而造成的 對 因為我想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她就說 平常就是穿衣服穿寬鬆一點 然後多喝水 就這樣子 前陣子我搬家 然後搬到那邊 我就想說 不知道要去找哪一個醫生看 我就也是搜尋 然後搜尋我就看到 就是 我就想說要不要 就是給女醫師 再一次的機會 我就看到一個評論 好像還OK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 但是就是一樣 就是超級出爐的 就是很不舒服 那幾顆星 幾顆星 好像有3.7 我跟你講 沒有4.5以上都不要進去 不是 不是 4.5喔 真的 對 反正我們就去了 然後這也是很出爐 我一直覺得 我就是被人家侵犯到 內體裡面去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不要去那一間了 然後隔幾天 重點是還沒好 我想說好 那我再搜尋好了 我就找了一個4.8顆星的 但是是男醫生 很準的 對 是男醫生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沒關係 就至少我覺得看評論就是 醫生很細心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那醫生就是年紀 差不多跟我爸差不多大 就是60歲左右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他也就是超級有禮貌的 然後他就是有用那個鏡頭 然後他就說 我希望就是你能夠就是了解 你自己身體的構造 他就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是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可能是因為什麼 然後他也就是沒有問我說 你性生活啊 什麼什麼 他就是用叮嚀的方式 他就跟我講說 有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 然後造成你這樣子 然後你回去塞藥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塞 什麼什麼的 他就是很仔細的去教我這些東西 然後叮嚀我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 讚 就是又遇到一個好醫生 對 看這一集的節目就是 太幸運了 不是看男女 而且要看Google 對 照看評論 很準確 但我覺得女生真的對於 要講姓氏這一塊 我覺得 前陣子剛好是遇到一個十八九歲小妹妹來 然後也是就是因到發揚 有分泌物出來 結果一看之後就是 也是 也是彩花 後來細菌培養之後出來 又是領病這樣子 所以就是什麼都有這樣 那後來我就是有問妹妹 就是問她說 那你就是還好嗎 就是你這樣子狀況多久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慢慢一路 一路慢慢問下去 然後她就突然哭了出來 我心裡想說怎麼了嗎 然後她才說 就是她其實知道她男朋友 一直都有在外面玩 但是她沒有辦法 就是拒絕她男朋友跟她 對她的求愛這樣子 然後所以她就是 知道有這樣的狀況 她也很害羞 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我的診間 就變成愛情診療室 就是要告訴她說 你還是要就是要好好自我 做好自我保護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要原力渣男 大概是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還是會有這樣子的 是 對 剛剛講到 其實私密處的那種問題 大部分都找女醫師 我也碰過比較特別的狀況 這樣子 是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 一個小女生來 大概才二十出頭歲吧 那她來的話她先說 李醫師我底下就是會 常常會有搔癢的症狀 然後反覆性的一直發炎感染 那我就幫她做內診檢查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也沒有發炎 也沒有什麼念出菌感染 分泌物都沒有 我說看起來都很乾淨 其實保持得很好這樣子 然後她說 李醫師你會不會覺得 我的那個旁邊小陰唇的部分 比較長會不會磨到 所以讓我常常發炎這樣子 我說看起來還蠻正常的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下了內診檯之後 她也說 好啦 李醫師我跟妳講 我是要做那個 底下的私密處整形的部分 她想要讓它變得更好看 我說好 那但是我比較沒有在做這個部分 不然後來我幫妳轉介到 另外一位有做私密處整形的 女醫師那邊 她說 女醫師 這樣子 我比較想要知道 李醫師你覺得這個部分 要做什麼樣子比較好看 我就覺得有點像 我說 你是在問我的審美觀這樣子嗎 她說 她說不是啊 她說李醫師你誤會了 她說 我只是想要知道 男生覺得怎麼樣叫做好看 因為她說她做這個底下 用男人的觀點 對 她說她做底下的這個整形 不是要給自己看 她是要給男朋友看 那她覺得說 男生應該比較知道 怎麼樣的型態是叫做 比較好看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比較屬於 主觀的東西這樣子 我說好 那不然這樣的話 那我介紹一位 有做私密處整形的男醫師給妳 李醫師 因為他們的吉他病滿多的 對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那個不要選擇醫生的性別 因為每一個醫生 都有屬於他們的專業 但最重要的是 太重要了 好不好 這個不管選男選女 都是可以的 重點 不要因為害羞 不敢去就醫 延遲的就醫 拖延的這個病情 對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收看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